蛤? 柯文哲是什麼樣的人喔? 他就是一個 表面上穿了自己很正義、奪中力啊 到最後也是一樣要去民進黨的春酒啊 不是好像就黨工才能 就是民進黨的黨工才能去春酒嗎?我也不知道 然後跟那個... 跟那個賴清德 大家稱兄道弟啊 就這樣子啊 也不過就是一般人而已 為了勝選也是要這樣子搞 沒有啦!當然他有他的苦衷嘛 只是跟我就沒關係了 怎麼選哈!莫丁格輔佐啊! 哇! 還好啦!其實柯文哲做了蠻多事的 不是啊!你台北換個西瓜上去也是照樣做啦 真的啦! 沒有啦!我覺得柯文哲走的路線是不錯的 就是跟對岸當好朋友 要不要趁衷到地再說 反正首先鄰居 不要走在鄰居 一些鄰居那麼強不得在鄰居 然後... 推展一些體育啊!觀光啊!我都蠻喜歡的 就是那個嘴的個性害了他 就是... 不是啊!他要是... 他要是願意選下去 打破鐵頭 就是... 他願意幹到底的話 我會投他一票 假設我也不在台北啦 我在這邊也在打水炮 喔!幹!怎麼有人追馬跳?超白爛的欸! 我會投他 他很明顯就是... 他很明顯就是... 我會跟你講百分之百會 現在演... 前來那個李秀蓮 演得跟鬼一樣 那個什麼... 誰演得跟鬼一樣 姚文哲說 我要出來選 什麼幹到底什麼的 然後那個誰說要出來選 都不會的 放心都不會的 最後一定是推柯文哲 因為你不推柯文哲 你根本贏不了 你根本贏不了國民黨的 他們自己知道 我跟你講他們的智商啊 都比我們高 我智商只有183而已